各位饭堂好 你支持核电吗?要不要盖小型核电厂? 要盖的话盖在哪里呢? 最近这些话题争论不休 但在选边站之前 你真的知道郭台铭提到的小型核电厂 SMR是什么吗? 它安全吗?它真的是核电的未来吗? 实际上已经有人成功运行小型核电厂 并且已经并网发电了 他们是什么做到的呢? 要制作科学内容不容易 如果你觉得本集的内容还不错 看完之后欢迎使用超级感谢 你的每一次鼓励都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地方创生正在全台如火如荼的展开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 为了培养青年对于家乡土地的认同感 投入地方发展 112年与25个学习性轻据点合作 开办132堂课程 让青年透过在地课程与蹲点实作 了解如何参与社区 建立在地行动与地方创生的基础观念 发展行动方案 带领青年逐步从Dreamer成为Actor 欢迎年满15到35岁 关心在地事务 对社区事务怀有梦想及想法的青年 一起报名加入 随着核电厂陆续退役 台湾也逐渐迈向零和家园 郭台铭先生突然提出的 一线式一核电 把核电议题的热度重新炒到高峰 虽然看似激进 但有人认为 如果是郭董提到的小型核电厂SMR的话 或许就有可能 但这个SMR到底是什么? 台湾现在仅存还在运作的核电厂 就是核三厂 核三有两部机组 每个机组的发电量大约为950百万瓦 这次的主角小型核电厂正式的名称是 小型模组化反应炉SMR Small Modular Reactor 发电量通常在20-30百万瓦 比一般的核电厂小上许多 这小还有更小 小到甚至只有1-20百万瓦发电量 被称为MMR的反应炉 奇怪 通常大家不是希望发电量越来越大吗? 怎么越发展越小了呢? 这样我们不是要盖更多核电厂了吗? 还真是这样没错 小型核电厂的特点就是小发电量 因为这能创造三个优点 安全 造价便宜 易组装 这三个优点实际上就是现在核电发展的最大瓶颈 核能发电也已经有60年历史了 但至今全世界的发电量中 核电也只占大约10% 最大的问题不外乎就是安全性 造价昂贵和建造时间久 没错 就算撇除安全性 漫长的建设时间 以及昂贵的发电成本 是让许多电力公司却步的原因之一 根据能源研究公司BNEF 也就是蓬勃新能源财经的调查 从2009年到2021年 再生能源像是风力跟太阳能的建设成本 在12年间分别减少了72%跟90% 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在开发新能源时的头号选择 反过来核能却增加了36% 如果比较每单位电力的均化能源成本 核能更是他们的4.5倍 加上核电厂动辄5-10年的建设时间 就算核能是属于低碳排的发电方式 大家也都更倾向选择发展成熟的再生能源 除此之外即使核工专家拿出数据跟理论 强调核电事故的发生率真的非常低 辅导电厂的案例依旧萦绕在众人心上 而理性在感性面前往往居于弱势 这就不用我多说了 不过即使如此 随着人类电力需求加剧 又得同步实现净零排放的共同目标 还是有不少国家 例如法国、芬蘭、重启核电厂 或是拉高核电的使用比率 为什么呢? 因为核能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那就是稳定持续发电 太阳能跟风力这些再生能源 容易随天气与时间影响发电量 反之 核能属于基载电力 本来就与风力太阳能的定位不同 但我们就像是要求超高的客户 要好要快也要便宜 除了稳定与低碳 还想要兼顾安全跟造价低的核电 那么小型核电厂真的是那个完美的选择吗? 小型核电厂SMR主打的特点就是一个字 小 这要够小功率降低 反应炉就不会一口气释放太多的热 甚至能够免除外部冷却设备 靠自然循环降温 大家都知道 福岛核电厂会发生意外 主要就是海啸破坏了核电厂中 作为紧急电源设备的发电机 在备用电池电力耗尽后 冷却系统至此完全失效 最后反应炉内的温度无法抑制 不断串高 高温水蒸汽与燃料互套中的告合金 发生告水反应 并产生大量溢燃的氢气 这些氢气接着与空气中的氧气作用 最终导致爆炸 如果SMR的反应炉可以撇除 对外部冷却系统的依赖 靠自己就能降温 就能最大程度避免告水反应 与氢气爆炸 以及炉心轮毁的事故 但话说回来 SMR是如何做到不用外部冷却的呢? 我们以目前SMR发展最成熟的美国公司 New Scale为例 在他们发展的600万瓦反应炉中 含有37个燃料树 整个反应炉高约17.8公尺 直径约3公尺 这种大小与模组化的设计 让反应炉可以通过货车或火车运送 因此可以先在工厂制造 再送到定点安装 再工厂制造 便意味着可以大规模生产 降低单一反应炉的生产成本 觉得一个反应炉的发电量不够? 那就再加一根吧 除了便宜外 SMR小又安全的优势 允许它能在一个发电场内 同时拥有数个反应炉 灵活度极高 New Scale把水循环系统都包在反应炉 一次冷却剂 用我们国中就学过的热对流上下循环 完全不需要帮扑 减少停电时产生的风险 一次冷却剂的热 则会传给二次冷却剂 让二次冷却剂变为蒸汽推动涡轮发电 如果真的遇上断电事故 反应炉也有紧急冷却系统 直接将整个反应炉泡在大水槽中 根据计算 水会在30天后完全蒸发 而此时的反应炉功率 已经降低为原本的4%以下 只要靠空气循环就能稳定温度 那么李延你说的那么厉害 那个酱汁呢 我是说那个反应炉呢 实际情况是 目前的SMR功率已经达标 甚至超标 但安全性上还未能达到他们设计时的目标 原本预计2015年或2016年 就会有第一座的SMR问世 现在这条Deadlight已经被拉到2028年了 随着开发时间拉长 成本也在不断上升 似乎离SMR便宜的目标越来越远了 难道SMR这条路真的不可行吗 这可未必 因为在中国已经有第一座陆上SMR病到电网了 2020年俄罗斯启用了第一座海上的小型核电厂 不过在海上的我们先不谈 2021年年底 在中国的山东省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 正式并往发电 成为陆地上的第一座小型核能发电厂 发电功率200百万瓦 虽然发电厂的总体积不小 但以它的发电功率以及主打安全的设计 是实实在在的一座SMR 先来名词解释一下 所谓的高温气冷堆 指的是流金燃料棒充当冷却剂与热交换的材料 是使用气体 例如氦气 与压水式反应炉用水作为冷却剂的最大差别 就是不用担心发生告水反应 产生爆炸风险 而且可以承受更高的反应温度 因此热转换效率更好 除此之外 石岛湾核电厂的设计十分有趣 是球状反应炉 在如同沙肉般的大反应炉中 我们认识的燃料棒被做成了一颗颗直径约6.7公分的燃料球 27000颗燃料球像沙肉中的沙子一般填充在反应炉内 用燃料会被包裹在球状构造的中心 外头则是作为中止减速剂的石墨 作为冷却剂的高温氦气 会从球跟球的中间通过带走热量 燃料球可以从下方取出并从上方填充 为何说这种设计安全呢? 我们知道参与连锁反应的主角是U235 而燃料成分中有超过90% 都是鲜少参与反应的U238 在高温环境下U238的中止捕获能力会大大提高 抢走U235需要的中止让连锁反应停止 比起传统反应炉 高温气冷堆可以用更少的U235进行反应 也就是能在燃料棒中有更多的U238 可以在温度飙高时吸收掉多余的中止 加上高温气冷堆本身就能承受高温的特性 如果真的遇到失去电力的情况 整个反应堆的温度也会稳定在1600度C上下 当然实际上高温气冷堆本身也有控制棒的设计 刚才说的情况只是在最极端 失去一切电力或机械协助时才需要考量的情况 高温气冷堆能否成功还需要许多时间观察 例如石墨包裹的燃料球是否容易摩擦造成破裂 都是需要进一步注意的 除了中国外各国也都在发展不同形式的SMR 甚至有人在发展功率20百万瓦以下的微型核子反应炉 例如美国爱达河国家实验室正在建造的Marble反应炉 以及前SpaceX员工Dog Benauer创立的核能公司Radiant 他们正在打造货柜大小可以随拉随走的MMR 希望能够取代社区停电时使用的高污染柴油紧急发电机 不论是小型还是微型核电厂 除了技术还有待发展 成本是否能够压低也是个重要指标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大魔王 就是核废料问题还等着被解决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阿贡国家实验室研究推算 New Scale反应炉每单位能量产生的核废料 是传统核电厂的1.1倍 而球状反应堆的体积因为球状包裹物的设计 核废料的体积也会变大 也就是核电厂小型化后虽然更安全了 但产生的核废料量并没有减少 这些核废料的处置问题是全球核电厂都需要面对的问题 具体的措施与研究 大家可以回去复习我们的这集影片 这集我们分析了小型核电厂的优点以及瓶颈 就像我们过去介绍其他能源时一模一样 也希望大家看得出来 我们没有要帮任何政治人物背书 我们认为科学素养就是这样 想讨论要不要盖小型核电厂 那至少要先知道它是什么吧 话说回来 今天介绍的高温气冷堆 被归类为第四代反应炉的成员之一 其他第四代反应炉的成员 还包含我们前一集提过 由比尔盖茲投资的行波反应炉 比尔盖茲投资的行波反应炉是什么呢? 它真的可以将核废料一用再用彻底终结核废料问题吗?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我们会员或使用超级感谢等方式 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制作这个主题 当然啦 只要你愿意将这集影片分享出去就是很好的鼓励喔 最后还是想问问大家 如果小型核电厂SMR真的技术成熟 你会希望在自己的社区里装一座看看吗? 你是觉得既然真的安全又低碳排怎么会不要呢? 还是觉得先解决处理不掉的核废料再来谈吧 或是你认为这不论如何有辐射污染风险的核电厂 还是不要在我家园 又或是你觉得这我们再等等核融合 或是其他第四代核反应炉吧 好的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喜欢的话也欢迎按下超级感谢支持我们喔 记得订阅PANSI范科学频道 开启小铃铛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 锁定更多精彩的科学新知科学议题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